大家好 歡迎來到這個BangBangChannel 今天為大家講解的就是這條題目 就是DSE2024年的PaperOne第12條的長題目 事不宜遲 先看看網友的題目 Delote the origin 即是原點放O 即是O的一點就是00 他就說 做個擊破先看看A part 他就說 A and B 就是A point lying on the positive x-axis 而Such that 導致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The x-coordinate of A is greater than the x-coordinate of B A vertical line which passes through B 就Cut the straight line Y等於Mx at the point C 而Such that 導致了 就是那個AB會等於BC 講明就是Where M is a positive constant OK? 他就說 Let D be a point Such that ABCD is a square 講明是一個正方形 他就叫我們Express the slope of OD 即是In terms of M 老老實實 整張文字這裡 說真的 怎麼做 當然是畫圖才說 好 拿單紙出來再說 由於時間關係科技都很先進 那我真心說 我已經預備訂圖給你 那我便出來了 OK? 這科技真的先進 我叫這張單紙為Page 1 即是預訂 即是預備訂 一張單紙不夠做 OK? 為甚麼不夠做 就開Page 2、Page 3 出來推 老實實 在這裡 你問我 我就畫了一幅圖等大家 這個叫Figure-A Figure-A就是A洞的圖 他的文字形容就是這幅圖 那我們看看這幅圖怎麼畫出來 他現在說有一個O點 Origin就畫在這裏 這個是XY Access 大家可以自己看 他有說到A點和B點 他們都是在X Access上 而A點的X座標其實會比B大 而事實上一定是A點在這裏 因為A點和B點的X座標都是正數 他有說的 而A點是比較大 X的座標 所以A點在這裏 B點在這裏 他有提及過 有一個Vertical 9 即是垂直線 就是這條 就會通過B點 而事實上 有一個直線 叫Y-MX 即是綠色這條 就會是通過C點 他有說的 而事實上 這條Y-MX 你要觀察到 其實它應該是通過00這一點 為何我會知道通過00 Origin這一點 其實你當X是0 Y是0 按下去 這個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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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肯定是通過00這一點 而事實上 繼續去 他說ABCD是Square 即是正方形 就是這個 而 老實實 他叫我們找個OD 即是紅色這條線 對 他的Slope 斜率 就是in terms of M 好了 那就 例子 如果你讓我做 不如我先拿一支 鉛筆 好嗎 你問我 我自己一開球 我就開中名義 我當B點的座標 叫做 不如叫做B0 好嗎 我寫在這裡 叫做B0 叫做B0 好嗎 所以其實我們是來的 Apart 直接在這裡做的 就是Lat的B點 對 那個座標叫做 B0 OK 好了 說明了 如果B WhereB WhereB 就大於0 或者我簡單一點 那麼 分兩行寫 就是 WhereB 是大於0 那麼 合理 因為 這個B在Positive X-Access 所以這個B 是大於0 OK 而事實上 如果我們這樣寫的話 我們先看看圖 不要急著慢慢來 這個Vertical Knight 即是垂直線 其實已經有它的 Equation 其實就是 什麼來的呢 就是 我在上面寫 就是X等於B 對不對 既然如果這裡是X等於B 那麼 C的座標 是否不知道呢 轉過來是B 所以這裡 它的X座標 很明顯 就是B OK 而Y座標 其實你又 難不難看呢 其實又不難的 因為只要 你把 那個 我當 好嗎 就是Sub 我寫了 先慢慢跟你說 寫了英文 OK Substitute C點 我把C點 叫做 B Y 去看 好嗎 其實呢 如果這點叫做 C點 就是B OK 就 回到 那個 綠色那條線 Y 叫MX MX 我們不難發現 為何我們要 濕到綠色那條線 Y等於MX 因為C點 這一點 是在綠色線上 所以濕下去 應該是符合的 簡單來說 Y繼續是Y Y等於 MX X 就是B 所以我也不落過胡 就是Y等於MB 所以其實我們心裡有數 C點 其實就是什麼 就是B 接著就是MB 而事實上 即是我們可以更新資料 這個我拆了它 就是B 還有MB 所以其實 換句話來說 你給我問心 即是這個座標是什麼 這個長度 不是座標 對不起 這個正方形的邊場 都很明顯 應該就是MB 如果這個是MB 即是這一部分 你問我 我也心裡有數 因為是正方形 四條邊都是一場 所以這個位置 也是MB 那麼長 鑑於這個位置 是MB 那麼長 然後 然後 x座標 看到嗎 就是B 那麼再往前 就是MB 那就是B 加MB 所以其實在這裏 我會知道A 的座標 A的座標 很明顯 就是B 再加MB 那麼 Y位 沒有上 沒有下 就是0 所以A的座標 就是B 加MB OK 那麼D 那D點 都可以看到的 它座標是什麼 我們一起看 走過來 就應該從A點的X座標 就是B加MB 所以在這裏 就會是B加MB 好 走上來 其實我們在這裏 看到C點的Y座標 就是MB 走上來 是MB 所以這個位置 就是MB 鑑於我們 現在知道 那麼明顯地 clearly 發生什麼事 就是 我們會知道 就是A點 剛才我都在這裏說過 就是B加MB 和0 OK 此外 我們也知道 Also 對了 那個D點 剛才介紹過 它的座標 就是 B加MB 還有就是MB 好了 所以 我不是幾個位置 我介紹開型光幕兩邊 方便大家去看 好嗎 所以 我便 把這裏 移師上來 這裏繼續做 所以 我們心裡有數 現在要計算的是什麼 就是 那個 以M表 這個OD的斜率 就是 Express the Slope of OD 就是In Terms of M 所以 我用紅筆 就是MOD 好了 這個紅色線的斜率 OD 是多少呢 其實我們看到紅色線 這裏有兩點 第一點就是00 這一點 O 第二點就是D點 有賣座標 所以 根據 兩點計算斜率 就是 Y2-Y1 Over X-X1 當然 Y2就是這個 MB Y1就是0 所以 你給我 就是MB 再減0 再Over 好了 下面 就是X2-X1 X2-X1 X2很明顯就是B加MB 好了 而X1就是0 所以就是B加 但我寫好一點點 就是B加MB 再減0 所以 換言之 如果我們繼續做下去的情況下 這裏就是MB-0 即是MB 下面 就是 減0 不用理會 即是B加MB 但不要忘記 加的左右兩邊都有B 都有B 所以可以抽起B 剩下來可以寫為1加m OK Double check 第一箭咀 B乘1就是B 那就還原到 再加 那就加 第二個箭咀 B乘M就是MB 即MB 上下也有些東西要約 不如我們約一約它 好嗎 拿一支綠色筆出來和你約一下 所以B和B可以約 簡單來說 這裡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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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上面最後的答案 就是出M M乘1就是M 而下面就是 over什麼呢 就是1加m 那就整件事搞定了 OK 行不行 當然 我把圖片刻印在圖片上更新 即是說 這個 斜率 就是 MOD 就會等於 M 再 over 就是1加m 好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等一下開張新的單行指做B part 當然先看看題目 B part 看看它是什麼 B part 在這裡 它就說 The coordinate of the points M N 65 N 還有就是10 分別地 它就說 Ned的P and Q 就是B point Line on OM M N 分別地 WOW 就是2 R S B points Line on X 它就說 Ned的四邊形 Cotinental 就是P Q R S 就是 It's a square OK 就回到X coordinate of P 老老實實 這裡整塊文字 它都在考慮你畫圖 畫一幅圖出來才說 好嗎 好 事不宜遲 兩單行指出來才說 我開張新的單行指叫Page 2 老實實 Page 2 這裡 我留了兩幅圖 預先已經準備好了 我首先先說 左邊這幅圖就是Figure A 即是A part那邊的幅圖 我把它放在這裡 待會做比較 和B part那幅圖做比較 而B part那幅圖我叫Figure B 按他的文字描述 他有說的 不如我看看怎樣畫這幅圖 和大家 他有說過有兩點 分別就是M點就是65 還有就是N點就是10 如果你按比例目測 去擺這兩點 其實因為有座標 你不難擺 問題就是PQ 對 PQ是什麼 他說P點 即是這一點 就是OM 即是綠色這條線的上面 還有就是Q點 它是在MN這條線的上面 即是粉紅色這條線的上面 所以Q點就是粉紅色線上面 當然 而R點和S點是甚麼 就是在XS上面 對 而他就說 如果那個四邊形 對 這個四邊形 就是PQRS 很明顯 PQRS是順序的去尋找 他就說這個是一個Square 所以我也很明顯 這點是P 這點是Q 那R就很明顯是這個 順序的 然後是S 順時針方向這樣數下去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Square 正方形 他就叫我們現在找一下 P點的X座標 是不是 老老實實 我不要急 慢慢來 看看我們手上有甚麼 OK B部分我們直接在這裏做 為何不夠位的 我們開張新的單看子叫做Page 3 我估計這張Page 2都不夠位 首先 比較一下這兩幅圖 Figure A和Figure B 像不像樣 我覺得幾像樣 原因就是 它這裏有條綠色的線 是沿著O點 看到嗎 O點 Origin 001點 就是這樣射上去 就通過C點 那這裏 一樣 沿著O點 射一條綠色的線 你可以貫穿它 沒甚麼所謂 或者你貫穿它 這樣看也可以 像不像綠色的線 左邊Figure A的幅圖 它通過C點 Figure A的幅圖 這次它通過P點 很明顯 P點 比較就是C點 看到嗎 所以黃色的正方形 和橙色的正方形 其實你可以用來做Reference 對照參照 即是相對應 相對應 即是你比較一下 整幅圖 然後我們慢慢來 不要急 我自己在這裏看 A部分計算過甚麼 就是OD 這條線的斜率 就是M 那我就在這裏想 首先不如我們想一下 這條綠色線 是Y等於MX 對嗎 這個方程 這條綠色線的方程 我們找到的 是甚麼呢 因為我們有兩點 綠色線那裏 是否有00 和65 所以簡單說 我會看到 首先 這條綠色線 就是The Equation of 這個 我給你足夠色 就是OM 即是綠色那條線 好了 就是IS 我不再用那麼多色 用藍不算 根據 如果你問我 我自己就 挺覺得 就是 根據 兩點式 因為有兩點 所以根據公式 就是Y-Y1 over X-X1 等於Y2-Y1 再over X2-X1 所以在這裏 所謂 X1 Y1 就是00 我當 X2 Y2就是65 這一點 所以根據公式 就是Y-Y1 好了 就是-0 再over 就是 X-X1 就是X-0 就是 Y2-Y1 就是 5-0 再over 好了 X2-X1 就是 6-0 所以 其實 根據說話來說 即是說 現在這邊 就是Y 再over X X2-X2 X2-X2 就是 X2-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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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實 Y 會等於 5 6-X2 X2-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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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2-X2-X2 X2-X2-X2 3-X2 X2-X2 X2-X2 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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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3 X3 X2 X2 X3 X1 X2 X3 我就會在這裏畫一條紅色的直線 就是OQ OK 好了,OQ這條線的slope是多少呢?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計算到的 就是MOQ 或者我移下一點,換言之 那個MOQ 就會等於 好了 根據APA 就是M over 1加M M很明顯就是5 over 6 看到嗎? 所以簡單來說就是5 over 6 再over1加M 即是1加 5 over 6 所以我們按機也好,心算也好 也好 其實我們不難發現 就是這個slope 是5 over 11來的 當然這裡我們可以告訴別人 就是 由於 就是 A part OK 可以嗎? 所以 換句話來說 我們心裡有數 不如我們計算一下 OQ 紅色這條線 它的 比例 好嗎? 簡單來說 即是說 現在 我先標示它出來 這條線 這條線 它的 紅色線 它的slope MOQ 應該是 5 over 11 我們不如計算一下 紅色這條線 OQ 即它的 比例方程 是多少 好了 the equation of OQ is 是多少呢? 根據我們看一看的 就是什麼呢? 我們這裡有個 紅色線的斜率 slope 亦有一點 就是零零 所以有點有斜 有point有slope 還不是 point-slope form 所以根據 點斜式 point-slope form 就是 y-y1 等於m乘2 x-x1 所以很明顯 就是 y-y1 當然 x1 y1 分別就是零零 y-y1 就是y-0 就等於 m 就是這個 紅色的 就是5 over 11 dc-slope form 再縮回 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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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便是0 所以換句說話來說 如果繼續做下去的情況下 y-0 不需要擔心 減0 是吧? 就是y 就等於x減0,0不用理會,只剩下x,即11分之5再乘x 所以我用回普通的藍色筆就算了 就是5 over 11再乘x 所以其實紅色那裡,如無意外的方程比例 就是這個,我更新在幅圖上 就是y等於5 over 11 或者我稍後再更新,好嗎? 因為還可以做得好一點,對不對? 換言之,如果我們再把除11調改變成11 那就是換言之,就是11y 就等於5x 將它寫好,將它加11y 就變成11y,不如我們寫成為5x 再減11y 就會是等於0 等好兩邊調轉寫,所以就出了這個 所以簡單來說,不如我寫得好一點 這個應該就是5x 再減11y 就是等於0,我更新在圖上,就是這裡 可以嗎? 好,來到這裡,我會怎樣處理呢? 我不是很足夠的位置 不如我把這幅圖繼續Copy出來,好嗎? 那我移屍到後面,叫做Page3 我們繼續做下去,這個叫做Page3 好,那我把這幅圖就... sorry,先拆掉它 那我就把這幅圖放下來 Page3這裡 那我們就繼續用 好,那這張單紙我叫Page3 好了,那我們繼續吧 那現在我想找什麼呢? 其實說真的,這個紅色線我找到了 我想找一條粉紅色線 它的比例方程是多少 我先找一條先告訴大家 為什麼我要這樣找 我先找一條 equation of Mn is 就是什麼呢? 根據兩點式 因為這裡有兩點,粉紅色線 M點有,N點都有 所以根據公式 兩點式 英文叫做2-1 form 根據公式就是y-y1 over x-x1 等於y2-y1 over x-x1 所以在這裡 就是y-y2-y1 就是5-0 再over x-x1 就是6-x1 所以換句話 所以換句話 換句話來說 換句話來說 y-0 就是y 下面就是 over x-10 5-4 就是5 下面就是6-4 就是-4 所以這邊就是5 再over 下面就是-4 4-4-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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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3 2 3 3 所以左邊我照抄,就是減4y 就等於第一個箭咀就是5x 第二個箭咀正乎得乎,就是5乘10,就是50 好了,整理一下,其實我會留住5x 把減4y掉到外面加4y 所以就是5x 再加4y 留住減50 等好兩邊倒轉寫的情況下,就會等於0 即是說,現在我們有兩條幾乎出來 那條粉紅色的幾乎 我記錄在這裡,好嗎? 這一條也有的 那就是什麼呢? 粉紅色的幾乎,就是剛剛計完的 就是5x 再加4y 減50 就是等於0 老老實實 紅色這條線的equation方程 我有 粉紅色這條equation 我有 我想計它這兩條線之間的膠點就是q 那為什麼我要找這兩條equation方程呢? 就是想找個膠點 就是找個q點,它的座標是多少 所以我們現在要做的東西就是 解除這兩條 第一條就是紅色那條 就是叫做 oq oq這條我先記錄一下 就是5x 再減11y 就會等於0 另外就是 另外就是 mn這條線 粉紅色那條線 它的equation就是 5x 加4y 減50 等於0 我叫做 一色二色 這條叫一色 上面那條叫一色 下面那條叫二色 很明顯就是 解除這兩條方程 就是on sorving 中文的同學等我一會 先寫英文 on solving 1 and 2 中文的同學就是 解方程 1和2 當然 你不要傻珠珠 用手動去計 你又亂了program 用program去計 所以如果用program去計 我們不難發現 其實x應該就是什麼 就是22 就是over3 好了 and 還有就是y 其實是什麼 就是10 over3 所以我們心裡有躁 那兩點的座標是什麼 所以 那兩點的座標 那幾點的座標是什麼呢 那幾點 其實就是22 over3 和 還有就是 10 over3 好 那 中文就叫做解方程 1和2 ok x等於3分之22 及y等於3分之10 ok 所以 所以Q點就是這個 那我更新它在圖上 好嗎 那Q點 其實就會是 22 就是over3 還有 10 還有還有就是10 老實實,如果Q點我們都找到,那怎麼辦? 其實不要急,慢慢來 Q點是3分之22和3分之10 我們看看P點 如果Q點移過來是3分之22 移上來是3分之10 P點也一樣 移上來是否應該是3分之10 看看Q點的Y座標 簡單來說,Q點 我不知道X是多少 因為我不知道它移過來多少 移上來就知道是3分之10 簡單來說,這個就是3分之10 我也要記錄它 所以,換句說話來說 這次我們怎樣做呢? 我們不如解開螢光幕 在這裏做完 因為我想要圖 我們在這裏開螢光幕 我們繼續在這裏做 P點 P點 叫做 X 以及 10 超過3 就 按 然後按 在哪裏呢? o m 就是綠色的線 中文童話就代P點X3分之10 進入OM的線 OM綠色線的方程是甚麼呢 其實應該在前面有做過的 就是哪一條來的 就是這個 就是 OM 或者這樣看 M 因為我們找到 看到嗎 是6分之5 看到嗎 所以不如我們更新它在這裏 剛才忘記更新 這條線 就是叫做 Y等於5 over6 X 所以我在這裏 這幅圖也更新它 這裏 是X 所以我現在把P點 因為P點在這條 綠色線上 那我們就代它到 綠色線那裏 OM那裏 所以簡單來說 我們怎麼做呢 就是Y 我們就當是 10 over 3 放進去 所以這邊就是 10 over 3 好了 就等於 就是5 over 6 再乘回X X 我不知道是甚麼 所以就繼續叫X 可以嗎 X座標不知是甚麼 就繼續按下去 就是X 我就是想找X 所以在這裏 你給我 首先我會左右兩邊 先約了一些東西 3 1如3 3 2如6 所以這邊就變1 這個就變2 所以馬上說 現在我會把 還有些東西可以約 還有些東西可以約 待會先 除2 就掉過去變成2 所以這邊是20 除1 不用理它 所以先寫好 20是等於 5X 我再約多一次 因為剛才免得這麼暖 現在再再約多一次 這個是5 5 1如5 5 4中20 所以在這裏是1 這個是4 所以很明顯 4是等於X 等我左兩邊 要轉寫 X是等於4 這條題目問我們是甚麼 X coordinate of P 找到 就是4 所以回到 所以 中文和我等一會 先寫英文 the X coordinate the X coordinate of P 好了 is 到底是多少 就是4 來的 整件事搞定 OK? 終於搞定 看看大家今天 有沒有甚麼特別問題 OK? 好 這個就是 整條的詳細問題 OK? A part B part的詳細問題 好了 至於這裏 就是Page 1 A part的詳細答案 OK? 分了兩邊 至於Page 2 就是 B part的上半部分詳細答案 OK? 因為B part比較長 我用了兩張紙 Page 2 就是上半部分 B part的詳細答案 OK? 至於Page 3 就是B part的下半部分詳細答案 檢查一下大家今天 有沒有甚麼特別問題 OK? 如果沒有問題 我們就真的到這裏 OK? 好 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留言 我們再見 拜拜